黃蓉則有一首詩就是這樣講的 就是軒為拜武何良去 淚眼愁看 白髮枯 慘慘殘門 風雪夜 此時又此不如無 就是因為他要去考功名 很窮 和老母在那裡牛耳對浴所謂 叫他愛嘆 這個時候 沒有兒子好過兒子 這麼慘 我不知道大家在說什麼 大家都說母親偉大 大家都尊重婦女 是不是 婦女在生育的過程中懷胎十月 已經是非常痛苦的工作 是幫你們生產力出來 尤其是香港的貧富園樹這麼嚴重 社會流動這麼低 窮人生出來的兒子 就是做牛做馬 幫你生了出來 你還在跟跟計較 一生人生多少個 任你生 兩個 香港最多 平均 這樣都跟跟計較 五分四 為何五分四 有難產 有難產 有小產 有產牛憂鬱 你們沒有老母 這些痛苦哪些 他賠 產牛憂鬱 那些 放多四個禮拜加都想死 中小微騎 更笨 叫了你們 贊成雷俊 你得稅 越有錢 那些 你們同類賺錢的人 幫你付 如果雷俊 你得稅 政府就拿了那些 李嘉誠很多錢 審給你們 又不贊成 有事又說不要搞你 什麼人 你們 是不是 所以 主席 退稅退四百多億 去年 差響稅 拿回那裡 十分一出來 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二十年了 羅志剛 醒一下吧 告訴林鄭和湯房波 團地波 你不要給錢 去絕月有錢的人 鍾小微騎就說會死 婦女勞工怎樣 你們專門做老母 大致不要跟我說母親偉大 這麼想說話 鍾小微騎去找李嘉誠 叫他交股息稅 叫他交雷俊尼德稅 只是收股息稅 都可以令婦女 產後沒有憂鬱 放假 放假二十個禮拜都可以 不是問你們鍾小微騎拿 是問那些不用納稅的那些拿 那些私募基金不用納稅的 股息稅不用納的 醒一下吧 為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